我們曾經報導武林農場的櫻花祭 這兩年越來越熱門 但是大批遊客擠上山 造成了交通堵塞 而明年的櫻花祭又剛好碰上春節 連續假期 情況可能會更加嚴重 所以公路總局今天宣布 將要對人潮進行總量管制 並且禁止一日游的小客車上山 管制期間是從2月10號到3月5號 除了住宿的遊客以外 其他的小客車是禁止進入台七甲線 民眾可以在臺北車站 臺北市府轉運站 宜蘭轉運站 還有離山遊客中心 搭付費專車上山 公路總局表示 預定住房的旅客 將由旅館統一發放通行證 到時候憑這一張證明 才能夠開車上山 各個搭專車的轉運站 也是限量發售車票 每天的人潮總量管制 上限定在5000人 你是視再次人潮 powers 才一些人潮 我的人潮